我是BlackHawk教会华语部的牧师 我叫黄上仁 我是2017年来到这里 所以我来四年了 今天我们的讲道已经是我们扎根这个系列里面的第十讲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讲了 这个整个系列今天是完结篇 今天的主题叫做扎根与盼望 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盼望 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的主题是基督的再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但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使徒行传的这个系列了 过去的九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讨论了许多我们信仰的这些根基的部分 里面有神 有圣经 有耶稣基督 有圣灵 有十字架等等 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比较特别是天堂跟地狱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 但是今天就更特别了 今天是什么 基督的再来 这个代表着万物的结局 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说 就像我刚刚信仰的那个讲座的介绍一样 人从哪里来 人要往哪里去 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们要有一个确据 我们要能够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 那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 然后他已经在世上33年了 然后在这33年当中 他称呼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还是救世主 结果被当时的宗教精英给判了死刑 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感谢神 第三天之后他就复活了 然后显现给超过四五百位的门徒看到 四五百个人见证复活的基督 然后他在地上待了四十天 然后四十天之后 他就升天去了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九到十一节我来读 说完了这话 他们还在看的时候 他被接上身 有一朵云把他接去 就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身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他们旁边 说 加利利人啊 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也要怎样回来 也就因为这几句话 我们就有了基督再来的这个盼望 我们知道耶稣怎样上去 他就要怎样的回来 但是对基督再来这么重要的这件事情呢 很多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专家呢 有非常多的分歧的这个意见 有许多的不一样的讨论跟辩论在当中 那有很多细节上的这种分歧 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详家的讨论这些事情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星期三晚在我们教会网站上 听Podcast 听音频 或者你私下问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今天就是没有办法 一一的赘述这些详尽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那会把我们搞得更错乱 那我不希望我们讲到 迷失在错乱的细节里面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我要告诉各位是 基督的再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也好 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什么 基督要来的这方面的讯息 有很多的预言先知说 会有一位救世主来 尼赛亚要来 有没有 受高者要来 有没有 很多 但是我告诉你 基督要再来的这个事情呢 他的这个预言的这个数量 谈到耶稣再来的经文 必预言耶稣要第一次来 多五倍 五倍之多 所以说太重要了 基督的这个再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进入 我们的宗派的这个 也就是波道会 我们是波道会 波道会的信仰宣言里面 一共有十条 我们今天看第九条 我们就是第九跟第十的顺序 导致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是第十条 今天看第九条 是讲到基督的再来 我来念 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会亲自以肉身在荣耀中再临 基督再临的时间只有上帝知晓 而且信徒必须时刻警醒等候 让这荣耀的盼望 激励我们过敬虔的生活 做舍己的侍奉 并且积极地承担使命 好 这个是我们波道会的信仰宣言 如果你到波道会 或是我们教会的网站 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请注意 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看 亲自以肉身 这五个字 亲自以肉身 这五个字很重要 因为基督 他不是精神与我们同在 他不是只有灵魂来出现 他不是用一股力量 还是神秘的形式 还是说随便派个天使来接我们 不是 他自己要来 而且是在肉身当中再来 跟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的一个形式 所以也就是说 他当初怎么样升天的 就是怎么样子的下来 肉身复活 肉身升天 肉身再来 所以这就跟当初 门徒他们所认识的 那个耶稣的形象 是一致的 怎样上去 怎样下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一句话里面 还提到什么 荣耀中 再临 基督的再来 是用荣耀的形式 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用卑微的形式 但是第二次来 就是荣耀的形式了 将来会是一个 非常的奇妙的 非常美妙 非常令我们赞叹的 会让我们觉得 不可思议的 我们会好像是 沐浴在他的荣光里面的 好 但是 如果要很具体的来说 这个荣耀再临 是什么呢 很困难 我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说明 因为圣经里面 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 没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那所以说 我只能用个人的 这个猜想 对不对 要具体的描述 是很困难 那我想就算 如果我们看到 那一幕的时候 基督再临的那个样子 哪怕是有人 意象中看见 要能够具体的 用人类的语言 述说出来 我觉得可能 也相当的困难 因为应该是一个 太不可思议 难以用语言 来形容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 针对基督的再来 这个圣经学者 我刚提到 就是很多不一样的辩论 特别是 如果常常辩论 就是以下这个经文 我们看一下 《铁撒龙家》前书 下一个 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 告诉你们 我们现这些活着 存留到主再来的人 绝不能在那些 睡了的人已先 因为主必亲自 从天降临 那时有发令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呼声 还有神的号声 那些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还活着 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 与主相会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常常同在 所以你们应该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这是《铁撒罗尼加书》里面的记载 这个是最多辩论的一段经文 那你看了你就说 哎呀果然很特别 对不对 是很奇特的一段经文 虽然说当中 就是有一些图像式的 比如说什么 空中与主相会这些的 有这样的表达 但是又没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细节 什么叫做空中与主相会 对不对 所以圣经学者之间 就真的就是永无止境的这些辩论了 那这几节经文 我们要弄清楚 它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 它的目的不是要来详细的述说 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 它的目的不是用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 因为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或者说基督再来荣耀再临 很容易就有很多的想象联想来满 因为我们人是很好奇的 因为我们刚看第十八节 最后一节就提到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子 要用这些话来彼此劝慰 写这段经文是为了安慰那些 还活着的人 因为已经有一些门徒已经死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要来带给他们劝慰 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所以这个是安慰鼓励的话 不是来告诉你一个具体形象的话 所以我们用途不要用错了 用它来做过多的猜测 这是没有帮助的 它的重点是什么 给我们一个确据说 主会再来荣耀再临 所以我们不知道很多细节 包含什么 不知道那个时间 到底神耶稣耶稣什么时候来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只知道荣耀的再临 所以说这就跟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 就有很多根本性的不同了 所以第一次我刚刚讲 是用谦卑的这个形象 卑微的方式来降世为人 然后耶稣他选择他的身份是什么 一个奴仆的身份 谦卑的来服侍众人 我来了不是受人的服侍 而是来服侍人 这是耶稣自己说的 他具有这个奴仆的这个身份 他也有这个羔羊的这个身份 他怎么样 被默默的被迁到宰杀之地 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情况 好 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 就大大的不同了 他的荣耀的这个降临呢 是一个君王的身份 是王者在领 就好像有人看魔戒 子皇王一样 王者在领的 而且他不再只是一个羔羊的身份了 我们别忘了 耶稣他是犹大的狮子 他要用君王的身份来统治 然后他也是一个什么 审判官 他要用审判官的身份 来审判全人类 他也会是一个得胜者 他要来终结 来结束掉一切的 这个罪恶 一切的死亡 好 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 我们知道他的身份 我们知道他用这样的身份来 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此时此刻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两段时间 两件事情的中间的这个期间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负上了罪的代价 然后呢 可是我们就觉得说 可是为什么负上了罪 为我们负上罪的代价 我们罪被洗尽了 可是为什么不觉得说 罪有完全不见了 为什么罪还没有完全的死去 所以我们好像卡在一种中间的状态 我们就会想到说 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神 我们也知道神眷顾我们 可是又好像没有完全的畅通 我们又好像某个程度卡住了 确实我们就是活在一个 两个时期交叠 然后又有一点卡住的一个状态 这个整个世界所处的这个状态 还是一个破碎的一个状态 例如说嘛 比如说我这台手机 我摔在地上 假设今天在大马路上摔了 一个角落就裂开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荧幕就有几个裂痕在那里 那我手机本身还是可以用 我还是可以滑 我还是有些地方 大部分的地方还是可以按 我还是可以打电话 然后呢 只是我的这个屏幕整个颜色怪怪的 又橘橘黄黄的 然后呢 我要按在那种摔碎的那个角落的时候 就按不下去 它的那块的那个触控的功能已经坏掉了 所以这个就好像 我用这个手机比喻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状况 它某种程度还是坏掉的 因为要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彻底才被修复 这个世界也是一样 这个世界还是坏掉的 所以还有这么多罪恶在这个地上 但是我们知道 至少神已经开始在修复这个世界 神已经开始在修复人的心了 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淬炼 生命的成长 就是神在动工 这个是神答应我们的 祂在修复我们的心 感谢主 然后我们也在等待一个完全的修复 就像我们说 我们中国人说 我们破镜 镜子破了 可以重圆 理论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真实世界里面 镜子破了就是破了 已经碎一地了 你要一片一片的 好像是在古董把它接起来 你要全部一个完整的黏回去 那个难如登天 你要好像那个考古学家 一片一片把它弄好 也接得不是很完整 还是有缝 难如登天简直是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又把它变成好的 所以说破镜从圆 在我们中文里面 只是一种表达 表达一种美好的意境而已 但是在神完全地 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正的破镜从圆 是可能的 但是那个是基督 他再来之后的事情 但是我又再讲一遍 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没有人知道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来看我们的信仰宣言 我用黄字标起来 基督在灵的时间 只有上帝知晓 也就是什么 人类不知晓 你我都不知道 所以有人如果告诉你 哈哈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来 10月30号晚上12点钟 乘太空船来 你不要相信他 假先知 OK 这种骗子非常多 绝对不可能有人知道 因为这个是 我们相信说神不让我们知道 绝对有他的用意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讲 所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 因为如果 若是没有人知道 这个耶稣再来的这个时机 我们才会去怎么样 警醒地等候 我们要警醒地等候 那什么叫做警醒等候呢 警醒等候包含非常多的 不一样的层面 我今天不可能讲完 但是至少几个基本的重点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心态 警醒等候是一种心态 我们可以像初代教会的 这些门徒来学习 他们的心态是 基督随时都会再来的 当时他们相信 他们有生之年 基督就会荣耀再临 所以他们很认真地等 很认真地准备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主到底是不是会在 我们自己的有生之年来临 我跟我太太常常讨论这个事情 她说主快来了 我说不知道还没有 但是我们要知道说 正因为初代教会的 这些信徒们 他们抱持着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他们才能够警醒等候 所以他们才能够 真正地进前度日 然后广传福音 然后常常地来见证主 这跟他们精心等候的那个心态 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 主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浪费时间 我们就会真正地爱惜光阴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 会说什么 那他们不是白等了吗 就是说当初这些信徒 这些初代教会两千年前的 一千九百年前的 那主耶稣还没来啊 你说是说随时还来 结果等了一千九百年还没来 那这个是什么 难道祂是在玩弄我们吗 不是的 神的时间没有人知道 神的时间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 是完全不同的 神的时间观跟人类的时间观 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彼得后书就知道了 我来读 亲爱的 这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 在主看来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绝不担言他的应许 像有些人以为 他是担言的一样 其实他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灭亡 却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原来不是主在那里单言 好像他拖拖拉拉做事慢动作一样 或者是故意耍我们 不是的 他不是故意一直不来 我们有时候以为 我们自己很有耐心在那边等待 哎呀主啊 我请等待你再来 但是这段经文你注意看 宽容你们 是神在宽容我们 然后宽容你们这四个字呢 在英文里面是什么 他对你很有耐心 我们以为我们很认真在那边等 哎呀主啊再来我等好久啊 他等得比我们更久 神在用耐心宽容我们 他对我们很有耐心 是主在等待我们 是主要给我们机会 好好来预备 因为什么 当然了我们看到这里 因为主不愿一人成人 他愿万人来得救 来悔改 感谢主 不是主单言 他乐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好那我们既然不知道 主什么时候再来 那我们应该如何的来 警醒 等待呢 我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是警醒等候的时候 有两个陷阱 希望大家不要落入这种陷阱里面 第一是呢 有一种人有一种陷阱 就是说全心全意的 都在等待那个未来 一心一意的盼望主再来 但是问题是只盼望主再来 不盼望任何其他的这个事情 那这就落入了一种什么 只活在未来 不活在当下的一种陷阱里面 那殊不知 主今天也与我们同在吗 难道只有将来新天新地 还是他荣耀降临才与我们同在 不 今天就与我们同在 今天的神也在运行 圣灵也在运行 他仍然今天在做工 神的使命 神的心意 也在今天 今天也需要被实践出来 不是吗 我们每天也需要被神改变生命 神今天也要借着我们来改变这个社会 把他的爱 把他的福音带出去 不是吗 于是呢 就是如果我们落入这样的陷阱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们的信仰 明明应该是一个入室的一个信仰 就不知不觉的 就会变着非常一个出世的信仰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陷阱 好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陷阱是什么的 就是完全不去想到主再来 这也不行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天堂好像是什么样子 也不是很清楚 我不是很有把握 我听一些弟兄姐妹 圣经稍微有读到一些 但是没有很大的把握 然后这个多想也没有用 所以就不抱太大的这个希望 也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大概就想说 哎呀 总之我大概知道 模糊有点印象 知道说 呃 天堂没有痛苦没有烦恼 啊 那就很不错啦 反正至少比现在这样好 所以就带着一个很模糊的一种 不是很清楚的 也没有很有把握的一种印象而已 那大家不要去落入这样的陷阱 没有这样的把握的时候 对现金就会随便活 这也是一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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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主灾来之后 新天新地 无比的好 你想想看 新天新地里面 没有新冠肺炎 没有癌症 没有种族的歧视跟暴力 没有像阿富汗现在的状况 没有烦恼 没有压力 新天新地里面 不需要医院 不需要警察局 不需要监狱 不需要法院 这些都不需要 任何的不公不义都没有了 到时候我们会真实地活着 我们有真实的平安跟喜乐 是那个内心深处的真平安 真喜乐 而且不只是内心的 外在的也一样 内外都一致的 外在的环境 不会再来压迫我们 人类不再会有罪恶过犯 不会有自大自义自私 一切的关系 所有人际的关系 都要被修复 而且不只是跟人的关系 我们跟创造万物 我们跟大地的关系 也会被恢复成为健康的 那最美好最美好的 终极的美好是什么 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 感谢赞美主 这是真实的新天新地 未来的盼望 我们要有很大的确据 我们今天才会好好的过活 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未来跟现在 我们两者都来并重 这样的状态 其实圣经里面有 雅各书就有提到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形容的 雅各书第五章 所以弟兄们 你们应当忍耐 直到主来 看啊 能夫等待着地理宝贵的出产 为他忍耐 直到获得秋陵春雨 你们也应当忍耐 坚定自己的心 因为主再来的日子 尽了 就是存着一个忍耐的心 要一直有忍耐 要有耐心 而这样子耐心的等待呢 不是傻傻坐在这里干等而已 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一个等待 它是一个动态的 它是一个积极的耐心等待 动态的不是静态的 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怎么说呢 我们再来看一次信仰宣言 我这次也是用这个黄字把它标记起来 让这荣耀的盼望 激励我们过敬虔的生活 做舍己的服事 积极的承担使命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 他们都认为什么呢 主不告诉我们 他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人类很简单 有一种心理 一种人类的心理学上 就是说 我如果知道的是什么时候 他要来 我就不努力了 你就看到很多那种异端 等待先知说什么时候 1995年在高雄的山上 会有飞碟降临 耶稣要坐飞碟下来 那些他们就不努力了 家当都卖掉了 房子卖掉了 然后就坐在山上等 但是在我们信仰宣言里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荣耀的判断 是激励我们的 然后是让我们 积极地去承担那个使命的 没错 这个本来就是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不是吗 所以只要他还没有在灵 我们每天就是要 好好地为他 去实践这个使命 为这个大使命来努力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好好的 来为大使命来努力吧 耶稣升天之前 他最后给我们的交代 是什么呢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地 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赞美主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历世历代的基督徒 都活在这个大使命里面 耶稣还说什么 他在使徒形状里面 告诉门徒说 要在耶路撒冷 然后犹大全地 然后撒玛利 直到地基 做我的见证人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是的 我们要直到地基 做主的见证人 弟兄姐妹 我们勇敢为主做见证 用温柔智慧的心 做见证 所以让我们来把握 好好地把握 每一个爱人如己的机会吧 让我们好好地把握 每一个来传福音的机会吧 爱人的机会 哪怕是陌生人 就像我们那天 两个礼拜前读到 我讲到Michael Moose 跟他的十个初生师那样子 哪怕是陌生人 主也要我们去爱 那感谢主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unique 非常独特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 我们住在这个大学城里面 所以我们反而很省力的 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不一定需要到海外 我们不需要采派 非常非常多的宣教士 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海外宣教 因为海外人自己会来 感谢主 国内的学生学者会来 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会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在UW Madison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里 华人的学生 两千几百个人 然后呢 定居在Madison的华人的居民 超过一万人 这都是我们的合场 我们可以好好地来得着 这些学生访学居民 我们可以来好好地服侍他们 也把主的福音带给他们 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拘 我们可以请他们喝咖啡 我们可以带他们去爬山 我们可以去郊游 你可以带大家去camping 你可以带学生 还是带他们去华人超市 逛Costco 都可以 请他们吃饭 做饭给他们吃 你可以参加 或者是请他们参加 我们星期四晚上的福音班 或者是下个 我刚刚讲下主日我要开的 这个基督信仰入门的讲座等等 所以我们的机会很多 甚至你要邀请他的人 来参加你的小组 当然也是可以 很多的这个方式 感谢主 如果你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创意 也是很好 因为世人何等的需要神 弟兄姐妹 求主给我们力量 也求主激励我们的心 帮主的爱 让主的爱来激励我们 愿主给我们 他荣耀的盼望 像我们信仰宣言里面所讲的 让这荣耀的盼望来激励我们 当我们这样的去 按照主的分布去做的时候 按照他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一天 安然的来见主的面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刻 我们能够来见主面 好 我们来看哥林多的前书 第十三章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 我们现在是面对镜子 模糊不清的 我们看主的一个状态 是怎么样子呢 是好像很朦胧的 透过一个 因为以前的镜子 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 是朦胧的 但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荣耀在灵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真实的 他肉身显现 我们就真实的面对面了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跟你在国内的亲人 是怎么联络的 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 一行其天回不去 或者是像我好不容易回去 结果又卡住 还是说你好多年回去一次 那中间平时 你就只能透过微信 或者是Line 或者是Zoom 或者是Skype 这些软件来跟他们聊天 当他们在手机 还是屏幕的另外一面 然后你听到他们的声音 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影像 你当然知道 那是你真实的亲人 没有错 因为你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你看得到他们的脸 但是这跟你真实的回去的时候 感觉当然还是不一样的 那是多么的不同 真正见面的时候 in person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又回复实体的聚会一样 我们可以看着我们家人的眼睛 我们可以握住他们的手 那时候你的心情 可能就是很激动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想想同样的景象 我们荣耀的主蔡林 我们与他面对面 我们可以握住他的手 他应该会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拥抱吧 那是我们与主 我们荣美的救主 面对面的时刻 极美的一个时刻 我在猜想 如果我与主面对面 我心应该整个马上融化掉吧 一定是充满了喜乐跟感恩的泪水吧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吧 到时候我想 甚至连话都是多余的了吧 而且我们将要永永远远地跟他在一起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你是荣美的神 你是万有的主宰 你是宇宙的大君王 你是犹大的狮子 你也是神的羔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必再来 是的主 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 我们学习使徒约翰 我们心对你说 主啊我愿你再来 是你给了我们荣耀的盼望 是你给我们无比的确据 是你让我们可以心存盼望 在我们地上的日子 敬虔度日 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天天与我们同行 我们也天天与你同心同行 求你改变我们 求你赐我们力量 来行出你的使命 因为我们仰望你 我们知道仰望你 必不致羞愧 主啊帮助我们 高举你的施加 帮助我们舍己爱人 因为你的爱是如此的 长阔高深 天天的激励我们 吹逼着我们 感谢赞美你 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 愿我们行出你的旨意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感恩 祷告 祈求 奉你荣耀的圣名 阿们 阿们